今天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个零失败的这个荷包蛋的煮法 我们首先呢需要是煮开水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开水以后我们要倒入一到两滴醋就可以 很少一点点醋就可以 苹果醋白醋什么醋都可以 它不会影响您任何食物的味道 然后呢我们马上就打入一个 或者您需要几个鸡蛋都可以 打入您需要的鸡蛋 打入生鸡蛋之后 不要搅动煮一到两分钟 根据您的喜好 您如果喜欢吃这个食心的 那就煮时间稍微长一点 我呢喜欢吃这个糖心的 我就煮的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然后用勺子把它盛出来 盛到碗和碟子里就可以享用了 您看我煮的多么成功啊 不会失败 请您也试一试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 知stood and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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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